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互产富饶的高油壶养育着一代又一代勤劳朴实的高油人 泡水之水 当地人烹制菜肴多以水产为食材 其中既有传统的老味道 又有大胆的创新菜 成就着独特的高油水香风味 爸爸 我想吃虾 高油人烹虾给虾快速包壳的妙招是什么 我轻轻一包就下来了 在河群中摸棒 为什么一定要穿上能将身体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连体防水服 用得着这么大肥周章穿这么严实吗 有点奇怪了 红烧酒糟咸鱼 如何用鹅蛋来助力 里面的肉还是雪白雪白的 本期节目跟随味道调查员一同去高油 品味那些独属于水香的独特风味 高油是龙球震人 很爱吃当地养殖的一种虾 对于如何运用烹饪技法激发出它的鲜美滋味 大厨们的探索从未停止过 味道调查员找到的这位陆星星大哥 就琢磨出了烹虾的新方法 那会是一种什么做法呢 当地养殖的究竟是哪种虾呢 这个是我们螺丝造虾 它们跑的速度这么快 很沉啊 不仅是这个 它的劲儿太大了 我得当心点 我这个不太敢抓了 抓的手法 就直接拿我们这小臂比一下 跟我小臂一样长 现在这个质感发硬 上面带着尖刺 扎手 你看 这一只袋有二两吧 二两 这得长多久呀 这个长到二两的话要到两百天 像这个吃法肯定不一样吧 对 吃着嘴里有拍牙的感觉 有嚼劲 陆大哥是高游市龙球镇里的一位养虾户 它养殖的罗氏爪虾是深受当地人欢迎的鲜美食材 一对长约二十厘米 强壮有力的亮蓝色虾翱 是养殖两百天以上罗氏爪虾成年的标志 此时虾肉变得紧实又嚼劲 用它做蒜蓉开边大虾 蒜香味浓 筋道的虾肉越嚼越甜 用它做咸蛋黄橘大虾 有着沙沙口感的咸蛋黄包裹着虾肉 咸中带鲜 是十足的顺脂诱惑 曾经做过多年厨师的陆大哥 准备用先琢磨出来的方法 为家人烹制虾摇 可他并不选择这些大个儿的虾 却非要选择生长一百二十天左右的小个儿虾 来做食材 这是为什么呢 对比一下 这是大哥 这是小弟 你看 所以它最后八十天后卷还是挺足的 对 才养殖了一百二十天左右的小虾 尚未长成粗壮有力的亮蓝色虾熬 体型还比较小 但因这时的虾肉含水量较高 肉质更加脆嫩 很便于包取出陆大哥制作这道菜肴需要的虾仁 只见陆大哥把鲜虾放到了冰水里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冰虾让这个虾的肋更密实一点 然后更可完全分离 我轻轻一包就下来了 这好想直接来一口啊 哎呦 这虾头里边黄儿还挺多的 对 这个先留的 我们马上后面还有用 先虾冰镇约二十分钟 虾肉紧缩 与虾壳分离 使得包取虾仁变得更加容易 来吧 那我们进行个小型的比赛 可以吗 好 各位都是这八虾能手 这五只虾 看谁先达到 就拍桌子举手 给欣欣 欣欣 应该是我了 真的吗 福气吗 不福气 那来呗 准备好 好 一 二 三 开始 第一颗下车完成 然后再包第一圈 对 相当快 不会我拿第一吧 我都包第三只 别 二只完成 马上了 我也快了 对 我第三只了 完成最后一只了 让你慢点 马上了 我最后一只了 我们俩同时完成 刚刚是谁夸下海口说一定第一来着 陆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 他准备用虾仁和藕搭配来烹制 他会怎么做呢 为什么会选用这两样搭配在一起 藕它是清脆的 清甜的口感 就加上虾肉的鲜味很完美 下一步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虾仁先剁成虾泥 越是新鲜的虾肉 剁成的虾泥起焦就越快 剁好的虾泥还需加入盐 葱花 姜末 料酒调味 再加入两个蛋清增加嫩滑感 搅拌均匀 接下来陆大哥会怎样将虾泥与藕结合呢 我们现在来连藕切夹刀片 然后我们把虾泥夹到藕里边 做好的虾泥藕夹再裹上一层面糊 下至油温六成热的油锅里 定型后捞出 烧带放冷后再下锅覆炸 让虾泥藕呈现出漂亮的焦黄色 口感更加酥脆 听这声响 我们现在放在砂锅里焖制一下 这酥脆的壳不就软了吗 稍微有一点受影响 但是更入味 焖的时候会用到一些什么配料 洋葱 蒜头放在底部 用油煎一下激发它的香味 炒一炒 确实它这个味道激发的比较快 闻起来会让你很有食欲 一定要用砂锅吗 对 砂锅可以让它的香味焖在里面 炸好的虾泥藕夹摆放在砂锅中 为了保持其爽脆的口感 全程不放一滴水 只是同煎好的其他配料一起 共同嫩至三分钟左右 最后淋少许生抽调味 撒入青红椒片 而此时就到了制作这道菜品的关键一步 我们要盖上盖 淋一点白酒 这个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白酒的香味 再激发一下 我发现很多的时候做菜 会用到这个方法 这个是不是跟砂锅比较配 砂锅它这个温度高 一下子就能激发火焰出来 见证奇迹的时刻 因为砂锅的温度足够 所以说我浇一勺白酒 基本就能燃起来了 哦 起火了 起火了 听这声音 瞬间炒起来了 刚刚的酒也被蒸发掉了 灰发干了 酒香也渗到菜里了 陆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 之所以要往滚烫的砂锅盖上淋酒 是因为砂锅本身具有一定的透气性 白酒燃起的瞬间 不仅可以带走砂锅内的部分水蒸汽 最大程度地保持虾泥藕家的爽脆口感 同时还可以为其增加酒香味 待火苗消失 这道美味的砂锅虾藕 就可以上桌了 包虾仁时留下的虾头另派用场 边炒变色后 加水炖煮约四分钟 捞出虾头 加入豆腐块和虾仁增鲜 加盐再炖煮约三分钟 一份飘着金黄色虾油的 诱人虾头豆腐汤也一同上桌 之前所做的香气 现在就全部都飘出来了 对 这个口味吃起来真的就是 又鲜又甜 还不错 经常吃 我爱人平时话不多 但他很爱我和孩子 平时也会经常给我们做一些好吃的 好吃吗 好吃了 那个是牛爆虾 你最喜欢吃的 怎么样 二宝喜欢吗 这个味道 我喜欢这个 爽脆的虾泥藕加散发出葱香与酒香 清脆微甜的鲜藕 软嫩弹牙的虾肉 在口中交织出满满的鲜香滋味 一道做法独特有新意的沙锅虾藕 满含的是陆大哥对家人的关爱 一二三 哇 我真有 空的 空的 大哥整个人现在沉到水里了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看不着我的感觉 在水系发达的高游 有一道用肥美河磅成就的地道水香老味道 承载着高游人的童年记忆 那会是一道怎样的佳肴呢 你现在套头部 不行 我头有点大 穿不过来 等会儿等会儿 大哥使劲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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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有点勒脖子呀 是这样的是吧 是这样的 你看就像一个橡皮仁一样 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的 外面还加一条裤子 你没弄错顺序吧 因为水下面呢 枯树啊什么的 杂物的比较多 加一条裤子保护它 和威道调查员一同换上 连体防水服的冯再松大哥 是高游经济开发区 花王村核道清理队的一员 也是村里公认的烹菜高手 来 我让你披这个马上去 与湘林的关系非常合命 我还有两个姐姐 小时候都会一起摸棒玩 会会 他们会带着我一起去摸棒 虽然是女孩子 但是那时候女孩子也比较一起 很多年以后 还想找那种感觉 尝它的美味吧 正值河棒肥美的季节 冯再松和队员们 准备工作之余摸一些河棒 烹制成菜 一起共享美味 可下水摸河棒 为何要穿得如此严实呢 用得着这么大非洲章 穿这么严实吗 有点奇怪 走 咱瞧下去 冯哥 为什么这个水这么浑 因为刚下过雨嘛 河边的雨沙冲下来了 那我们抓的话有什么技巧呢 给你示范一下 好 您示范一下 大概整个人现在沉到水里了 怪不得这衣服穿得这么严实 下水摸河棒 可以说是当地人难忘的 童年乐趣之一 但摸河棒时 需要半蹲着身子 几乎将整个身体 进入水中来搜寻 这样看来 还真得穿上连体防水服 才能保护周全了 这次大家会有 怎样的收获呢 摸这个了 你看 这么轻松就上来了 我也摸到一个 等会儿 一二三 我真有 空的 像这个为什么是空壳 去年年死掉了 就没有过冬 然后就剩空壳了 又摸着东西了 这谁扔的半块砖到这水里了 你看我也摸到一个 还是砖 不行啊 我这一块砖 接一块砖的 这是让我盖上的最好 你看我也摸到一个 你这肯定是有技巧的 你手要在这个泥上的 贴着 你不要磕到泥底下 把一棕块搬上来 哦 不能够在泥里砖 得在泥的这个表层去探 对 对对对 实际上很重要 光滑一点的就拿上来 光滑一点 圆一点的是吧 对对对对 有感觉有感觉有一个圆圆的 哇 我这个头虽然不大 但是总算是有收获了 你看 哇 这个个头大 咬 又找着一个 我们再东西吧 顺便找点个银银 好 收获了很多新鲜的盒棒 冯大哥交代给味道调查员 一个任务 让他拿一些盒棒 到乡邻价兰大姐家里 去换取另一种重要食材 那会是什么呢 邻大姐 给您送盒棒来了 这冯大哥是带着任务的 让我过来换点这鲜肉 行吗 可以可以 我都挂满了 这是在洗这鲜菇是吧 当地我们这鲜菇都怎么吃呀 我们这里可以炸鲜菇树片吃 也可以跟咸肉烧地吃 我看您这料还挺多 我帮您洗洗呗 你可以带鲜菇走 鲜菇我也能带吗 可以 鲜菇是生长在水田里的 多年生草本植物 也是高油的特产 高油人喜爱用鲜菇片 与咸肉片一起煸炒 撒入青蒜豆耳皮香 一道鲜菇炒咸肉 软糯咸香又入味 还可以用鲜菇块 与红烧肉一同炖煮 口感绵密又下饭 轻炸后的鲜菇薄片 拥有薯片般酥脆口感 是当地人的解馋小零食 超额完成任务 不仅换了鲜肉 还换了点鲜菇回来 走吧 回去让冯大哥给咱做好吃的去 用盒棒咸肉和瓷菇做食材 冯大哥可以变换出什么样的美味呢 刀划开中用手拌 这个肉还是挺满的 盒棒总是在水中有淤泥的地方觅食活动 所以盒棒肉的土腥味较重 那么冯大哥会有什么去腥妙招吗 有些东西必须要去掉 像这部位就是腮 盒棒的腮是黄色的 对对对 这个是腮 这个黑色的部分必须要去掉 黑色的是什么呢 它说肠胃去不干净的话 就会特别的腥 这时候处理不干净 超过水以后 我们再进行下一步处理 超水之后就好处理了 对对对对 盒棒的腮与肠胃是土腥味的主要来源 必须去掉 而焯水后的棒肉会变得紧实 就可以更轻松地清除干净其残留的肠胃 哎 冯大哥 这个厨房的布局有点意思 怎么一半是这土灶台 一半是煤气灶 我们这边农村 几乎每家都是这个布局 相当于是一个现代化的和一个传统化的结合 对对对 需要改下刀 太大了 一分二就可以了 超完水的这个合棒肉摸起来其实很有弹性 葱结 姜片 爆香 下入棒肉块开始煸炒 你看现在这种起来的这叫锅器 炒出来的汤汁已经是这种黄色的了 对 蒙厨 反正做了几个就是加水了 你看那一出来就是金汤了 很鲜美啊 继续要炖多久呢 差不多一个小时吧 炖煮好的棒肉变得软嫩鲜香 帘肉带汤一定盛出备用 接下来 棒肉该怎么与切好的咸肉片和瓷菇片在锅中相聚呢 好 先拿点这个菜籽油 菜籽油 饮一下 再放点生姜 那先下咸肉 这咸肉一预油它变成透明的了 这时候就可以把瓷菇下下去了 好 下瓷菇 嗯 我来帮你炒一下 拌炒均匀了 嗯 之前的味道的棒汤就放了 哦 现在棒油汤加入 哎呦 那要的就这种感觉 看不着我的感觉 我看您还准备了这个胡椒粉 你需要放 因为合放它是两性的 胡椒它是浓微的 量要大一点 哦 这加的相当多了哈 最后下入这鸡毛菜 差不多再炖两三分钟 沸腾的汤之中 各种食材热气蒸腾 香味四溢 一道合放瓷菇烧咸肉 终于可以上桌品尝了 这个汤特别鲜 有点辣辣的感觉 外层保持了爽脆的口感 但里面其实是非常柔软的 一点这种土腥味都吃不着 每次吃上棒都挺好吃的 棒肉块外皮筋道弹牙 内里肉质细嫩 雌菇片粉糯 咸肉片纯香 蘸着汤汁入口 每一口都是令人欲罢不能的鲜香滋味 一道简单质朴的合放瓷菇烧咸肉 就是记忆里难忘的那道家乡风味美食 然后有点慌 这后面别有洞天 一样口水了 据说高游有一道特色鱼窑 是生活在高游湖畔的人们 特别擅长制作的传统菜 而且这种美食 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沉淀 才够美味 为了探寻这道鱼窑的制作奥秘 味道调查员找到了 从小在高游湖边长大的 何兆祥大哥 准备一探究竟 这让一袋袋高游人离不开的鱼窑 究竟是何滋味 何大哥 现在我们到了菜市场里面 要采购一些什么 水里面你喜欢吃什么就可以点 什么叫随我吧 就是您带我做菜 我能随便买 可以的 可以的 你们这菜水清了 然后我有点慌 有点匪夷所思 一个黄的 一个花的 老板再来一点点芋头吧 那就来两根香肠 一块牛肉 红薯也可以来点 何大哥是高游湖 维养水产的养殖户 因为这一次卖鱼收成不错 他准备制作这道鱼窑 女工友们庆祝一下 可他为什么让味道调查员 随意采买这么多食材呢 难道那道传统鱼窑 要用这么多食材来制作吗 那在我身后的这一片区域 就是高游湖上面的指定维养区 像这高高的竹竿 其实它是插到水底的 有多深啊 水底大概4米 我小时候就身在湖北 现在有二十几个年龄了 我记得我爸跟我说 我爷爷的父亲 就已经是渔民 一直到我这里 从渔民变成养殖户 我的一些饮食习惯 都离不开高游湖的 湖呢对我们来讲像家一样 感觉因为湖应该是最美的 我们不习惯把垃圾放在这个湖里面 都要把它带上岸 所以我们对湖的感情 也许不是渔民感受不到的 这种情怀 何大哥说想要了解 他这道传统渔窑的制作奥秘 就需要味道调查员 带着采买的食材 跟他一起到高游湖中央的 一个秘密基地去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何大哥 这就是你的秘密基地啊 对 这就是我平时生活工作的地方 这里面其实就像是 水上的一座小房子一样啊 是的 这都是给我们的兄弟们 是的 平时是我每天都采购的一些东西 这上面生活了挺多人的 对 早知道我就多买一点好吃的了 为了保护高游湖的生态环境 只允许在指定区域 实行围养政策 曾经的渔民也转为了养殖户 在湖面上 何大哥自家的围养区附近 四条大船紧密连接在一起 就成了何大哥和工友们的 临时生活基地 因为平日里船上的食材 大多都取自湖中水产 所以每次何大哥上岸 都会顺道再采购很多 其他种类的食材 来丰富船上的餐桌 这就是他为什么 让味道调查员 在市场里采买很多食材 带上船的缘故 您这个生活区 要不带我转转呗 好来 好来 行啊 那我把这就成衣脱了 好 行 行行 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东西 这有一个废雕盘 这个时候平时没事的时候 在玩 练习练习 平常玩的不少 这边很简单 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这边包括手机的信号 都不是太好 我带你看一下特别的东西 你过来看一下 在这里 这两条船中间 有几个网兜在水里钓着 对 这里边有什么东西 这里面有 这里边都是大条的鱼 对 除了小龙虾 小螺和小螃蟹 比小虎脑袋还要大一圈的 合棒 为什么会把这个东西 吊在船边这样养着呢 平时存在这里 就是没有菜的时候 大风大雨上不去 不好采购的时候 留着吃的 其实就相当于 我们平常家里的冰箱 对 有了这种巧妙储存 鲜活食材的方式 何大哥和工友们 在船上的日常吃时 就有了保障 但是这一次 何大哥要制作的 传统鱼窑 用到的却不是 储存在这里的鱼鲜 那会选择什么鱼来烹制呢 这后面别有洞天 还钓了这么多条咸鱼 这个是我们特色 大白鱼 这是不是就您刚说的 这个特别的风味啊 是 也不是 怎么说呢 我带你去看一下 有一个重要的制作步骤 白鱼肉嫩 去除内脏 涂抹上花椒盐 晒制成咸鱼干 这就是船上生活基地 工友们自制的特色风味 也是何大哥烹制鱼窑的主食材 可何大哥说 这咸鱼干在烹制前 还需要进一步加工才行 这就是我们的九糟咸鱼 九糟咸鱼 你没准备九糟呀 当地称为我们九糟咸鱼 就是把咸鱼切块 把这个肉呢 就是放在酒里面蘸一下 然后放在这个笼汁里面 高度白酒 对 为什么不直接泡在这个酒里呢 泡在这里面呢 这个酒呢 会落到这个鱼的肉里面 时间太长不好测 刷一摘一下之后呢 将鱼切到消毒啊 没有细菌了 然后放在这里面 会时间更长 改刀给改成多大块 改刀这个两到三公分 哎呦我这我那边酒端呢 酒撒霉了 咸鱼呢 腊月里做 然后咸鱼干 春天过了之后 就想把鱼保存到夏天 就是用这种方法 然后这种方法之后呢 感觉吃出来的口感啊 更好 更有风味 这个制作传统就留下来 每逢天气转暖 工友们为了能继续延长 船上咸鱼干的保存期 就会将改刀后的咸鱼块 蘸取少量高度白酒 再一次进行腌制 白酒起到杀菌作用的同时 还可以为咸鱼干 增加独特的风味 密封腌制约七天便可以食用 这样即使在夏天 船上的工友们 仍可以随时尝到 酒糟咸鱼的好滋味 足足贝贝的高游湖畔人 就是用这种传统腌鱼方法 让鱼鲜食材在常温条件下 也能储存长达半年之久 何大哥拿出一周之前 腌制好的九糟咸鱼 又准备了一大块五花肉和鹅蛋 这几样食材搭配 会碰撞出怎样的水香风味呢 为什么要这样搭配起来 五花肉它有脂肪 有油 跟鱼的这个油在一起 也是提醒口感更好 像原来 如果一直在船上的话 其实应该是 从上边吃到五花肉吧 对吧 是的 基本上每天都吃鱼 那不会腻吗 没有 如果三天不吃鱼的话 就感觉就没劲了 就没有鱼啊 就是饭吃不下 然后还是淋不开 自己最习惯的那个味道了吧 对 五花肉先切成适口的小块 焯水去腥备用 小哥哥你帮我打一个葱结 切几片姜片 葱结 姜片 八角 下锅爆香 下入五花肉块煸炒 加入冰糖 盐 老抽 生抽 炒出底色 鲜水没过五花肉块 戴上锅盖 焖至约25分钟 在等待的时间里 何大哥另起锅 开始烹制九糟咸鱼 这个是腌了有七天时间的 九糟咸鱼 你看其实质感和颜色 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之前的咸鱼的那个鱼干 是偏硬一点点的 加了酒 又腌制了七天 变得更加的柔软 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微黄 闻起来 真的是能闻到那股酒香味 冬油过去 九糟咸鱼块入油锅 炸至金黄色 在锁住绿里香味和水分的同时 才能分加油炸的焦香 一股咸香味飘出来了 它还是有腌鱼的那种咸味 对 放味 对 但同时它增加了一层 独特的风味就是酒香 咽口水了 里边的肉还是雪白雪白的 九糟咸鱼块炸至七成熟后捞出 入锅与焖好的五花肉块相聚 无需再加盐 需要继续炖煮约十分钟 那这大个头的鹅蛋又该如何入菜呢 这一步就是做蛋皮 放一堆溜的盐 然后加适量的水淀粉 水淀粉夹进去起到一个什么度 可以提高蛋皮的韧性 切丝的时候会很方便 这个油我们不要重新倒一点吗 不需要了 刚刚我们煎鱼的时候呢 稍微留一点点的薄油 煎制好的蛋皮 改刀成丝备用 此时将锅中炖好的九糟咸鱼块 与五花肉块装盘盛出 点缀上蛋丝 香菜 红椒丝 既丰富了色彩又能解腻 这道高油传统的红烧九糟咸鱼 就大功告成了 这个色彩一下就艳丽起来了 何大哥接着又烹制了金丝鱼片 金汤鱼头等其他几道拿手的水箱家常菜 一起端上桌与工友们分享 这几天大家辛苦了 收获还不错 感谢大家 这是大家的共同的努力得来的 来来来 吃吃吃 满口的酒香味是比较浓郁的 咸味被五花肉吸走了很多了 刚刚好的咸淡 同时它又吸收了一些油脂 口感更加的丰盈 这个肉炖得相当的软烂 在嘴巴里面就是鱼鲜味的果冻 吃两个吃在一起肯定好吃 肯定好吃 跟着何大哥体验了一日养殖户的生活 更加深刻的体会到 就各位的坚守的不易 陪着这条船 陪着这片水域 坚守实在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干一碗鱼汤 辛苦了 辛苦了 九糟咸鱼的鱼香 融合着五花肉的枝香 伴随着淡淡的酒香萦绕在舌尖 一桌充满水香老味道的可口佳肴 是对何大哥和工友们 欲猎辛劳付出的最好慰藉 好的 我明天还见你玩 好吧 陆欣欣总会在闲暇时间里 为家人精心烹制佳肴 想支持自己的亲人表达感激之情 冯在松用心工作 在保护好家乡水环境的同时 也守护着童年记忆里的幸福味道 何兆想和他的工友们 一如既往的忙碌与养殖工作 内心始终感恩着这片 世代养育他们的高油鱼 日月穿梭 对于家乡美食的珍贵记忆 永远不会被时光冲淡 在高油人看来 这些淳朴的水香家常菜 才最是人间智味